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 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如果要为了社会和谐 和解要特赦他们 你又肯不肯 特赦和解论全城狂插 胡志偉沙林秀言论 这个熟口熟面的建议 不是由建制提出 提出的竟然是他 《佳一明报》星期二A1报导 指胡志偉说 林郑上场要用实质行动 修捕社会撕裂 建议他用基本法第48条的权力 特赦所有占中违法者 但包括出警和朱sir 还说部分民主派议员和恶少都拜 智偉下午时还说 民主党未探讨或谈谈 未来要如何处理 我四日四才有中违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个人 所以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这种个人想法变得被全城围插 岳少先在Facebook出道歉 说自己初步回应 是未跟公民党谈的 令到大家误解了公民党 会深切检讨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不切实际的 假如我们一开始说要休战 说要大和解 做什么一开始我们要跟极权周旋 不单止我们站在这几位议员 是没有参与过这个讨论 甚至乎是那两大党派提出的人 他们党里面的人 都不太认同这种大和解 旺南阵营最团结就在这个时刻 事关不止民主派 建制都齐齐插 瓶子觉得特赦会令人觉得 政府同意用激进 违法的手段去争取政治目的 结果星期二晚 民主党开源党团 我对于自己 无心思熟虑的一个言恨 提向党友和社会是多少 也说会收回言论 就这样看胡志偉好像很傻 不过蔡子强觉得 他是想延续薯片style 令到黄南阵营 比较和解的社会气氛 相信他也是出于好心 好心做坏事 有没有听过 我是碧莉 银鸡 大家好 大麦 老师 这件事 我昨天碧莉曼暮 之前是碧莉曼暮 我说过 我没有特别补充 那一节我说得 因为其实我没有想过 但我觉得我挺说到 我自己想说的东西 我没有特别要说 银鸡 你怎么看这件事和解论 我也说过 你说过吗 我和你做 那次 ok ok 简直是不切实际 嗯 那你说吧 那你多说点吧 那些人弄底 看着每个人 起码三轮 他们起码都五至七 是 在找个藉口 希望 走得掉 但是这样很肉酸的 最初不是说公民抗命 无畏无据 那是一个大的理由 大和解 大家没事 这个样子 下个楼 下个楼 大家知道我对司徒老责 是真恨得很好想真恨 但是真是民主党 真是一械不如一械 一个就是民主党的主席 一个就是公民党的党魁 喂 我真的有个疑问 这两条粉刃 是不是在你老母的洞出来的呢 就是在屎 在屎洞那里浸大呢 浸到现在那样呢 我还是想一想 你说什么这么有趣 是你老母的洞 我想你老母的洞是什么 OKOK 大哥 闭门啊 说真的 大哥 你这个正常的思维 有点出来 在一个政治换食的人 现在你一个月收下这么多钱 一个政治人物 你这么低林低逼 无可能发生 在你一口里说出来 有没有痴狗线啊 大哥 是不是 根本就无可能会发生 喂 现在 不要说你自己有插理 你自己党有插理 你看 就算对家建制 全世界都围偶这两个傻子 当然 你见势息不对 现在当然是转口风了 不过我们在想 其实 这两个好像杨岳桥也好 胡志伟 支楼也好 根本我觉得他 是讲出自己的心声 根本这些粉人呢 由头到尾 现在扮小子 自己是一个反对派的党魁 反对派的主席 根本 这些混蛋 心里面就想一早就想投购伟大的祖国 你看胡志伟这个混蛋 因为呢 当日 你就全面去 你就全面去 去去去去去去 那个那个 什么什么 我忍生信话 我忍生信话 那头 那头香了 那头林郑上场 立即说 你在那里拆林郑的鞋子 你这儿是食屎狗 始终都是食屎狗 到头来都是喜欢 什么 什么 始终都是食屎的狗 大大米呢 我就覺得 閹雞也覺得很對的 那幫人根本就是怕 那狗人會坐牢 所以就提出了要求 但我不覺得夏嘉佬覺得很對 夏嘉佬說他們想投控 其實他不是 他根本就全群投給蘋果肥佬禮 好像李維玲說過 這件事是肥佬禮先說出來的 這兩條 Tower Life的料子就多不請出來 只是沒了 找機會去賺錢 事情ért啦 配encies 那你說明 有人出去廢戒兩天 那你出去不廢戒嗎 可能 我們以為父母出去恭喜 但是年輕人不是說出來 我不想出去再說 你啟零的意思是有一個客人 有點不客人 那個粉絲我們敵人打 是應該是星期一那個 即是 慰寧確認我沒有聽過 是在左右大局的節目確認 肥佬黎商量出來 老師你怎麼看這件事 沒有啊應該 和解不是這樣的 和解就是加入劍仔 全部都加入劍仔 那老蕭呢 那就可以搞定了 大和解全部都是你的人 講那麼多話幹什麼 老蕭呢 這陣子呢 有個新的講法 就是說呢 即是他作為評論人也好 或者在政界裏面 打滾的人 是不宜對 相近路線陣營的人 批評得太厲害 譬如這件事這樣 你可以批評 不需要一出來就罵他頭貢 因為這樣呢 是令到別人團結不了 好 OK 於是我們大肆難行 那一招聽下去呢 其實我也覺得 對呀 老蕭太厲害 就團結不了 就是大肆難行 那你要對 大哥 做一下 你可以批評 不需要一開口就說人家投共 那些 上降上善 好 但是我想這樣說 我這樣說 即使我會出善意 我不批評你們這麼準 但是這幫人過去的check record 他會願意和我們團結嗎 既然是這樣 他不容易願意和我們團結 我不單止會繼續罵 力竭聲勢 是以攻擊共產黨更加大的力度去攻擊他們 因為他們這幫人 所走的每一步路 都是很麻痺地 其實他們已經默許了 黃光雅說的那句 反對派 都是忠誠的反對派 都是建制裡面的一部分 你看到長毛這樣上去 你已經知道是什麼事 大家已經願意接受 總而言之 他們都不介意 甚至DQ 你們都不介意 如果以中共來說 他們都需要民主花瓶 這件事 其實邏輯是很簡單的 就是特赦這件事 因為特赦 其實是為了修補撕裂 所以簡單一點 不是說特赦 是說修補撕裂 那問題很多人來報紙 或者那些好想拆弄的 靜棍他們都出來說了 你的撕裂是來自什麼 是來自八三一 你那個八三一 你不去解了這個 靜改的結 就算真的特赦了 真的特赦了 兩邊陣營的人 那邊又去反過 是不是這麼說 那你又再反過的時候 那你做這件事 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星期二 我們和你是不是做星期二 那天啤梨晚 有一個 instant respond 即時的評論 就是說 你特赦 你和解 那個社會和解 是應該是 是個社會 有一個共識 我不管委員會也好 什麼都好 互相和父母 跟我兒子兩家也好 什麼都好 是有一個共識 整個社會 兩個藍黃陣營的氛圍 是開始大家 calm down 是開始大家冷靜 去理解對方 雖然是有點不同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於是 這幾乎 有權力的人 包括政府 有權的人 就可以特赦一些被起訴的人 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是不會反對的 但是現在 胡志偉 他們提出的一件事 是 希望用特赦這件事 來令到修補那個關係 施裂組的關係 這個是 就是 緩抹倒置 而那個關係 根據我剛才第一點所說 是因為 由八三一 那個政改 那件事 引申出來的 那個結婚解 這頭你修補完 三五日 三五年 三五個月 隨時又再來 這件事 那你又拉不拉 又沒得特赦呢 是吧 所以這件事 提出來 他們的意思 當日提出來 其實呢 不需要有什麼 受過什麼 希臘邏輯 真是訓練的人 一聽都應該明白 哇 搞錯了 但是呢 我留意到 高魯森過去我也說 嗯 嗯 他們呢 都對他相當包容 就用一個什麼言辭呢 其實呢 是 都是難閒一些的 不過呢 任何人都要 扔出一些方案出來 希望 修補這個裂行 是大家都有責任的 修補這個 這樣說起來 很困難 大家不要被這些說話去迷惑 記住 這個裂行的利 的原因 說多一次 是來自共產黨 來自港共政權 831的決定 將我們本來應該在2007年 已經有一人一票的 選舉行政長官 以及立法會 一推 推到2017 再推 推到無聊期 是沒有的 這個是他們用強權 硬 將一個本來就沒有分裂 沒有撕裂的香港 是撕裂了 誰能修補呢 所謂解鈴 就只能夠是靈人 你想想 就只有他們 你們有公權力的 去主動提供那些方案 我們作為反對派 甚至乎你們方法都不想提供 他怎麼管治 很難行 關我想的事嗎 是否傻傻 不知心你們 講幾十年政論 你跟他有辦法 你有權嗎 你會出善意 他為什麼要跟你和解 他八尺高 你兩寸高 一腳就不肯死你 他想跟你和解 和解 我就是要硬你的 你要去和解 你就要有實力 令到他 能戰才能和 不要搞那麼多事 於是把八三一個解結釋開 你現在 你不單止 你要去想 下一屆政府怎麼管治 我們香港人很辛苦 他怎麼管治 關我什麼事 是他來撕裂社會的 昂糕 至於胡志偉和楊岳橋 那下午仍然堅持 可以商量 可以商量 不過是有些空間改善 但也不會收回 晚上收回 只能夠兩個字容用 這個節目開始講得比較多 就是賓州 Penis Penis 賓州 相當賓州 其實問心一句 大咪說的 有人說 李維寧說 是肥佬黎想出來的 我也是認同的 因為肥佬黎見到這麼多人 不想是 趙家俊又糟糕 連高達也糟糕 一錯 現在是防繞罪 三五七年 我們就大了 我怎麼和我美國的爺爺交代 喂不是了 阿喬喬 阿惡惡 出去講 阿惠惠 出去講兩聲 大家有多清楚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再講這句 我真的不能以貌取人 我們做人 但是問心一句 胡志偉 他真是一個拘魯 誰是假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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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旁邊是雞 胡志偉 哪想到這麼深的事 雖然是好想賓州 但是都深的 胡志偉 是踩一輛車 背囊被我們吵的人 吵你了 被我們吵了一句 吵你了 那個母字還沒出 不不不不 當日刷得少 刷你了 是呀 我們真是猴人不符 我和你飛飛 休息一會 清楚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現在上來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我們北大頻道 付費之後 還可以充滿所有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